第十六题如图呢 胡AB、胡CD、胡EF跟胡GH呢 都是以O点为原型 画出的四个相议的胡 它的度数呢都是60度 而且呢 这个G点在OA、CE 这两点呢在AG线段上面 那题目上说呢 AC等于EG 就是画红色的线的这两段相等 而且呢 OG等于1 AG等于2 则胡CD和胡EF两胡长的核是多少 这题的题目看起来很复杂 我们呢 先把它列式写一下 胡CD加胡EF 怎么算 我们要算胡长 必须先要算整个圆周长 再看它占圆形角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呢 胡CD呢 我们先利用它的这个半径是OC OC这是半径 半径乘以2呢 就是直径 直径乘以π 就是圆周长 可是胡CD不是一整个圆周 它只占整个圆周长的360度 一圈360度 它只占了60度 好 这是胡CD 再加上胡EF 胡EF呢 它的半径是OE 线段OE 这是半径 半径乘以2 变直径 直径乘以π 变整个圆周长 它不是整个圆周长 它是圆周长的360度 它只占了60度 好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60度呢 跟360度约分 然后再来呢 这个2跟6 也再约分 所以呢 整个式子呢 就变成 OC和OE 写在括号里面 那外面呢 就乘上 三分之π 就一起乘上三分之π 我们现在的目的呢 这第一步骤已经 结束了 那第二步骤呢 我们就想办法算出 OC加OE 是多少 就可以了 OC加OE 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要求出 OC加OE 到底是多少 好 为了要 使用到题目 给我们的这些讯息 所以我们把OC呢 拆开 拆成什么呢 就拆成 OA 减 AC OA减AC 那OE呢 OE也拆开 拆成什么呢 OE就把它拆成 OG加EG 好 把括号去掉 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发现一个 非常美妙的结果 等于OA减AC 再加上OG 加EG 这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呢 这个 减AC跟加EG AC跟EG呢 这两段呢 题目上说呢 AC线段跟EG线段 是相等的 所以这两段相等 那减AC加EG 刚好可以消掉 所以呢 就剩下 OA 加OG 好 那题目说呢 这个OA到底是多少呢 OA就是从OG 再加上GA 1加2 OA就是3 再加上OG呢 OG是1 1加2加1 等于4 那我们就知道了 OC加OE 就是4 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带回来 带回来这个式子 OC加OE呢 就等于4 4乘上3分之π 所以最后的答案呢 就等于3分之4π 所以选B 这个选项 2加1 1加1 5